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三的週五,日月新一籠激戰數場 其中仙台維加泰將助陣主場迎戰紅本深紅的挑戰 仙台維加泰新賽季聯賽開局保持不敗 球隊積分是紅本深紅的兩倍 再加上金帳主場作戰,仙台維加泰青紅在網 仙台維加泰上季日月最終排名積分榜中下游 未想到他們在新賽季前四輪中錄得兩勝兩和保持不敗 球隊已經來到積分榜第四位置 最近兩輪聯賽,仙台維加泰在防守方面保持清白之區 球隊開季以來明顯在加強緊防守的力度 同時在進攻方面 上梁農之界、中山人斗以及姦田真啟這三名球員 已經在今季日月為仙台維加泰貢獻入球 尤其是上梁農之界在兩輪聯賽中分別建功 要知道仙台維加泰在新賽季日月首個主場擊敗水戶淑葵的比賽中 正是依靠上梁農之界的一見封喉 今次回思主場迎戰剛剛燈下敗仲的紅本心熊 仙台維加泰有望在上梁農之界的大領下全取三分 紅本心熊新賽季日月曾遭遇開門黑 而且他們當時還是主場作戰,相當打擊士氣 雖然隨後兩輪聯賽球隊搶到四分 但上輪又是主場作戰 紅本心熊居然0比6不敵實力不定不強的盆城FC 令球隊在近況雪上加霜 四輪日月戰敗,紅本心熊總共失了11球 他們成為整個聯賽中防守最差者 此外,過去四次在聯賽中面對仙台維加泰 紅本心熊年戰連敗 當中他們只試過一次攻破對手的球門 可見紅本心熊在面對仙台維加泰毫無橫手之力 再加上紅本心熊上季日月著客勝率只有33.33% 並不算特別出眾 紅本心熊始行難逃繼續失利的厄運 多謝收聽,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Mehr本心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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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心縁 還是算合流我是直接猜eda 昭 Indonesia 錶